好 经过了整整四天 金门失联的士兵 现在陆委会证实 的的确确人在中国 目前是平安的 这是今天早上陆委会主委 邱泰三在立法院的报告 他说对 人在大陆是确认的 国防部跟相关的单位 还在积极了解 相关的进度状况中 可是未来要怎么做 要发布通气吗 还是说要跟对岸交涉呢 那这个士兵他的状况如何 就好有好多好多的问题 其实记者都丢出去 可是看起来陆委会 有一点点难以招架 他说如果3月15号还没有回来 才要发布通气吗 至于是什么样的原因 国防部有关于逃兵认定的机构 获罪或做后续的认定 看起来就是每一个机关 或是每一个机构 讲的都不是很清楚 也不是很有把握 那当然因为他是牵涉到 跟对岸的主权 或者是这个相关的认定 这件事情就很复杂了 可是我们要问的是 3月9号这一名 陈姓上兵 在早点名的时候 被发现失踪了吗 一直到3月13号 邱主委证实他在中国 已经过了99个小时 危机处理 或者是说这个处理的速度 其实民众会觉得好久 有一点慢 那这个前几天我们看到 陈玉珍这个透过某种管道 已经证实了他在这个大陆的事情 而且还传出了说 陈爸爸说这个儿子 可能这个外界说 他可能是因为逃债 因为欠下了大笔债务 那陈姓爸爸透过陈玉珍的说法是说 大概只有欠30万左右 他们认为这个钱不足以 让他犯下这么大的事情 他们觉得不是债务 可能也不是情感 就是外界的揣测 可能都不是要件 那至于他为什么会做出 这样子的事情呢 我们也不知道 因为他人被扣在对岸 那对岸有没有对他做审讯 一定有 应该有 可是内容是什么 都不知道 好啦 现在有很多人就要求说 那下一步是不是要把他引渡回来 或是怎么样跟对岸交涉 把人交出来吗 还是说都不管他呢 我们看到的陆委会 他说要把这个上兵 让另外两个单位来处理 我们来听听看 陈玉珍跟陆委会的答讯 紧急的事件 海巡署他们会有 他们自己的SOP制 至于后续我们内部的程序 海巡署他们都会按照程序来处理 那海巡署想请问海巡在这里 所以你的意思 我帮你讲清楚你的说法 所有状况你不一定全能了解 我们金马鹏分署 如果有需要以官方的身份 去跟对岸交流的话 需要经过陆委会的同意 需要经过陆委会同意吗 这个应该是比较细节的问题 就是说如果要让他回来 对岸也同意让他回来 要由谁让他把他给送回来 那这个王定宇是说 应该依金门协议把人交回台湾 不过这个金门协议的内容是什么呢 是依照 当初是依照红十字会来处理 可是2016年民进党已经专法废掉了 那个时候不重视红十字会 来看看2016年的这个新闻 那个时候红十字会 还有不当党产处理条例 都已经把它废掉了 那你现在又想到金门协议了吗 这是免洗块吗 想到就拿出来用 那不用了就把它丢掉吗 那这件事情 所谓的火防兵 他有没有可能是供蝶 或者为什么是投共吗 还是只是不小心的逃兵 还是搞不清楚状况 游到对岸去 这个两岸为了这件事情 恐怕都还在蝶对蝶 都在见招拆招 至少对岸可能已经审讯了他 可是中共没有说一句话 那国防部也必须保持低调 因为要见招拆招 那很多人都在想说台马 就是金门 马祖 这两个孤悬海上的外岛 有的时候海底的电缆 被断了之后就没有办法上网了 所以传说当地人就是华游说 马祖人都买中国的SIM卡上网 因为北京经常技术性的 把海底的电缆给割断 所以这个就是希望这个马祖人 通通都用中国的中国移动 是这样子吗 另外我们来看看 所谓的认知作战 那现在传出来了 蔡总统因为要过境美国做访问 那可能也在美国的西岸 跟麦卡锡议长见面 华游的报导是说 这是因为台湾有官员 劝告麦卡锡今年不要访台 免得大选年会有一些政治目的 被在野党的国民党用于政治目的 可是我们看看我们的总统 或者是我们的外交部 跟我们的政府机关 如果那个时候讲多说 麦卡锡如果来访会引发中国不满 那时候外交部都会严正警告说 无权对岸 中国无权对台湾的内政 指指点点 哪一个朋友要来都不应该有任何的意见 那现在华游是不是也在搞认知作战 华游怎么会有这样子的报导呢 那另外中国两会今天结束了 我们看到习近平在两会闭幕上面 讲了这句话要坚持九二共事 这是我们看到习近平的讲话 另外中国大陆的新总理李强 也谈到两岸 那他没有讲台独 他打的是温情牌 他说希望两岸可以恢复正常的往来 这透露了什么样的讯息呢 我们来请教这个伟汉 好 给大家看一张照片 这个是马英九跟习近平见面的时候 晚上喝的酒 习近平是拿茅台出来 马英九拿了两瓶金门高粱 这个叫黑金龙 它是1990年的9月出场的高粱 这是马熙慧吗 马熙慧 对 这还是我的手 我那时候给大家拍 我就问马英九的时候 这干嘛 为什么要带这个 观众朋友 那就是金门协议的烂伤 1990年的7月的时候 有敏平渔号事件 当时33年前 有很多大陆的渔民会跑到金门来 他有时候可能要偷都 会想要去哪里 然后被呆住了以后 当时连红四字会都还没有介入 是警总负责把这些人遣送回去 结果7月的时候 送76个人回去分5个船舱 就渔船 警总押送过去 结果因为船舱它的通风不好 缺氧死了25个人 就后来到了8月的时候 又再送50个人回去以后 居然那个船难撞了以后 他直接断成两半 死了21个人 所以这样子短短的 7月8月死了快50个人 所以9月的时候 我们的红四字会就跟对岸讲说 两边都红四字会出面 就签那个金门协议 以后我们要人道的运送 不要再出任何意外了 观众朋友先跟大家讲这个基础 从警总变成红四字会 2006年没有红四字会了 现在就是由内政部移民署在处理 所以又回到刚刚我们第一段讲了 林佑昌身上了 又是内政部了 那现在怎么办呢 现在就是过去这几年 我们都是以那种换罪犯的方式 比如说我们这边有大陆要找的通缉犯 我们台湾犯的法 又跑去大陆也被抓到人 我们就可以交换 那请问这个上兵 他对对岸来讲的话 目前是什么状态 他也没有在台湾 他对没有错 他可能是涉嫌逃兵 而且甚至是最严重的话 是叫投敌投共 可是现在目前就是一个失联的状态 军方还没有给他做出界定 到底算不算逃兵 还不知道的情况之下的时候 如果他主观医师不想回来的话 会不会采取这个模式 我觉得其实还很难说 我刚举这个例子就是 两岸从一开始人道的因素 没有交流 后来开始交流 所以你看1990年 那时候连孤翁都还没有见 1990年最早 所以其实两岸最早互通是这个 金门协议 也就是敏平渝昊事件 我本来也不知道 但是过了这33年过去了以后 现在目前基本上是断线的 我们路会主委邱戴三 我不知道夏立炎 坐上那个热线还会不会痛 看起来是不会 所以这种状况之下 我们希望把这个上兵给遣送回来 那你要给他一个理由 那他会不会配合 我不知道 现在就不知道卡在这里 来 请教惠文兄 坚持我对一个 阿兵哥的个人的行为 明显是违法 然后变成这个 大家讨论好几天 我觉得这个有点 这个比例上有点 当然原因是因为他在金门 这个我们的第一线 然后跑到大陆去 在这个施工环境下 当然会引起大家的重视 但是我觉得这个就依法办理 看大陆那边要怎么样的处理 就一切依法来就办 在上面做文章说 这个是什么两岸 其实两岸现在没有什么 春暖花开或协议 就从刚刚伟翰提到说 当年的马锡惠 就把总统交办给蔡总统之后 从2016年到现在的氛围就是这样 我讲一下这个蔡麦惠在美国 这个美国的智库研究员 我是不认识 所以名字我就不写 因为美国人 林森认识比较多 她说这个蔡麦惠可能在美国 她说是民进党的一大胜利 蔡英文的一大胜利 麦卡锡的一大胜利 这种水准当美国智库研究员 我不晓得这个有什么好胜利 那我请问你 那裴洛西去年来是什么胜利 飞弹飞到头上来是胜利 我不知道你在胜利什么 我讲一下这个青岛 因为前日我们开放这个青岛这个航点 是有点奇怪 因为大陆它本来讲的16个航点 是没有青岛的 青岛是我们自己加进去的 结果这联合报报导说陆委会评估 我们在山东的台商有70万人 这联合报写的我也不知道真的假的 如果我们在山东就有70万人 前日山东不是最大省 最大省是广东 江苏 如果山东就70万人 那我们在大陆有多少人 不知道 可不可以蔡总统你告诉我们 我们到底在大陆有多少人 还是马总统你要告诉我 我不知道 山东就70万人 那我最后讲一下这个 这个就是认知作战 我讲给大家听 你看这有什么 两大捷报 刚刚前日在广告之前 还讲那个凤利世家 他在讲的什么 说凤梨我们卖到日本 说这个今年还要再加两成 去年是17499公噸 还要再加两成 可能就是2万多吨 2万出头 观众朋友 我们在2019年 我们卖到大陆的凤梨 是5万吨 5万公噸 所以现在你17000多 再加上两成零多是2万多 连一半都不到 他跟你说是捷报 来请导播拍这边 日本要买我们的石斑50吨 我们之前 因为大陆现在建我们石斑 2021年我们卖到大陆的石斑 是6000公噸 他现在跟你日本说 我跟你买50吨 那6000跟50的 这是几倍 我数学不好我也不会算 这样叫做捷报 我们这样叫做捷报 所以观众朋友这个答案 这个就是我们农产品 鱼产品 我们原本卖到大陆的数量 跟现在我们卖到日本 日本要跟我买 这个数量的悬殊台 你说这个农委会很急 我们要赶快开拓什么 我同意 鸡蛋不要全副放在同一个篮子里 可是当我们大陆市场被断了之后 就是钱子宁刚讲的凤梨是家 谢家 谢家也被断 凤梨 释迦 还有那些其他东西 那这些东西 蔡总统你有沒有解决的方法 我也要请问 2024要选总统的那些人 你有解决的方法吗 别忘了赖清德讲什么 他要走蔡总统的路线 那你走蔡总统的路线 那这些的结果是什么 就是继续被断 就这样了 来 请教宜湘 我讲一下麦可琪的部分 因为我个人会认为 其实他来台湾 是有一个重大的一个含义在 那这含义是什么 就是说我们不会妥协于 来自中方无论是经济或安全 或者军事上面的一些威胁 那为什么我说不妥协 因为事实上这是过去 已经发生过很多事 佩洛西来期也不是第一次 其实第一次是国民党执政的时候 1990年代的时候 当时那个 胡志强是外交部长 还是驻美代表的时候 甚至有接见金锐奇 金锐奇是当时 美国的众议会的议长 所以其实今天后来 我们看到佩洛西来 这个中国大动作反应 但是如果今天我们后续 因为我们怕中方 这样子的一个动作 而去撤销对于说 麦卡锡这样子的一个邀请 导舍不来的话 那中方就会觉得说 那他这样的策略是成功的 那未来你所有的外交的项目 你过去达到的外交的进展等等 你未来所有这些面向 全部都会备受挑战 所以我觉得麦卡锡来 是有他的重要性在 那我相信 其实麦卡锡自己也有讲了 所以包括说 他们这一次可能会安排 就是麦卡锡跟总统 在这个加州见面 但是也不排除麦卡锡 可能是明年会在另外一则时间过来 所以我觉得 这个是有一个外交的含义在 不只是仅限于在麦卡锡 他这个人是不是要 访问台湾的本身 另外针对这个经文 其实我个人也是满同意 这个惠文大哥齐刚刚提到的 其实这个 其实回到最后就是一个司法问题 简单说是这个状况 那这司法问题 当然这涉及到两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是他要如何回来 面对这个司法问题 然后第二个就是司法的一个本身 要怎么去处理这样子的一个逃兵事件 所以这个两个面向 应该是理论上是要拆开来处理 所以包括第二个面向 他如何要处理这个司法 这包括我们的法务部 包括我们的军事单位 国防部等等 都要去想办法去设法去处理 但另外就是要说 把这个二兵 这位一兵还是上兵 从这个金门带回来 我相信这个就是对于说 两岸目前确实是一个 非常大的挑战 但我觉得王庭宇提的这个 也不是不可能 因为确实金门协议 过去是存在 红私会我刚刚看了一下 红私会还是存在的一个机构 对不对 他也是存在的机构 如果他是存在机构 对岸也是一个存在机构的话 如果这样子的一个协议 还是生效的话 其实没有任何理由说 双方不愿意去遵守 这样子的一个协议 把这位上兵就是带回到台湾 所以金门协议还好 我自曝其断 因为这个美国民生是专家 前子这个你要作证 因为国际新闻 前子也是擅长的 前子本来说麦卡锡是要来的 游席坤 王定宇都说 他们邀请了麦卡锡来 结果目前麦卡锡是没有要来 而是蔡总统过去美国的时候 要跟麦卡锡见面 这就不是回到 刚刚Vincent讲的吗 对不对 Vincent你前面讲的 现在是在打脸蔡总统 因为麦卡锡从还没有说 他什么时候要来 是 他从来没有说什么时候来 真的 他最近媒体 还接受他的访问 然后他就说 我其实也不排除明年来到台湾 所以他从来没有排除这一点 他也没说说定时间点 然后最后没有去执行 前这样的问题之后 现在蔡总统要到美国过境的时候 见麦卡锡 被绿媒跟民进党讲成说 这是政绩 这是胜利 这个就是退让 那你蔡总统你现在 你过境加州的时候 你就跟麦卡锡见面 然后请麦卡锡在总统大选之前来 请麦卡锡立刻来 那就选8月好了 因为去年裴洛西来 你就请麦卡锡8月来 这样再来一次 对不对 我们就面临中共 我们不能妥协 我们不能退让 我们不能归缩 怕什么飞弹打过头上而已 又没掉下来 叫他来 所以宜翔你觉得这是退让吗 就在美国见面 我认为是退让 因为第一个 如果今天大家都说定说 麦卡锡本来是今年要来 后来是改到明年 当然在这个层面上 是跟原本的规划是有落差 但麦卡锡从来也没有说过 他今年上任会不会来 甚至于我常常在节目上我也提到 麦卡锡不可能在第一时间过来的 为什么他国内议题这么多 共和党在中央院只有少数的一个多数 他包括他的法案 其实关键这几席 如果全部都跑掉的话 就没有办法通过了 共和党的盖拉格 都要来我们这边开听证会的 会很忙 他不是议长 他就那个委员会的主席 叫他来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文告之后马上回来